為備戰十月實際杯足球賽資格賽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特別邀請澳門隊於十月九號晚間七點 在台北田徑場進行2015 中華澳門國際足球友誼賽 藉此幫助中華男足摩合戰力 下一場是足資格賽中越之戰 小將們的拚勁激起了國人對台灣足團的關心 看到球迷朋友在全場這樣歡呼 那種心情的站在指導區那種感覺就說 我就是有目標的 我就是有靠山 所以站在指導區的時候那種感覺那種 氣勢就會不一樣 真的再次感謝球迷朋友們 謝謝你們 而中華男足將以對抗越南為主的陣容 再次出征 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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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說三次 所以說我們明天這場比賽 我們還是會全力要去取勝 還是會強力的去進攻 達到我們要進球的目的 國際賽事上 中華男足最近一次主場勝利是 2011年龍騰被邀請賽 對手恰好就是澳門代表隊 因此澳門隊也為這次的比賽 特別加緊練習 這個年會今次安排了不同的訓練 也有跟球員也看了中華隊那個錄像 所以我們希望明天的時候有一個大家可以發揮自身的水平 然後可以貢獻一個精彩比賽給我們的觀眾 這是非常重要 希望明天各位球迷朋友們能夠踴躍的到場 為我們中華隊加油 還有一點 希望明天我們都是穿著藍色 不管是球衣 吊嘎 T恤什麼的都好 就是藍色的 就是藍色 藍色 藍色的上衣 你就知道我們那個田徑場 為我們中華隊加油 希望我們一進去看到的全部都是藍海 你們說好不好 好 各位球迷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達成成桂仁教練的心願 10月9號星期五晚上7點 快點進場 為中華男族打氣加油 創造一片藍海吧